Hello 大家好 昨天拍了一條影片 試玩了這遊戲一會 不知道大家對這遊戲的感覺是如何 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遊戲是介面的東西 或者是怎樣玩 昨天大家有看過 其實都大約明白我會是怎樣的 在內政方面 大家知道什麼是內政 如果大家有玩過一些 例如SIM CITY的遊戲 就會看到這些介面 有空屋 屋 人物 通常在戰國或三國的遊戲中 通常是內政的 那對啦 介紹一下建築物吧 真的 官方好像沒有做類似的事情 可能大家不知道 那就介紹一下吧 那主城要做什麼呢? 升主城 你的冰涼 冰涼就是體力的意思 每打一局都會扣體力 如果大家有玩過Person Dragon 或者是其他遊戲 應該會對這件事不陌生的 OK 那偏城不知道什麼呢? 這個就是... 因為他武將是需要出陣的 不是 偏城這裡 大家等一等吧 對啦 要偏一些武將出去戰鬥的 大家看到右上角這個數 總數是40 其實升主城可以幫... 是不是呢? 我忘記了有沒有記錯 是幫這個數增加的 如果你的將領越來越厲害 你要放一些越來越厲害 那數越來越大才能承受到將領 是否用承受這個字 應該是 即是才能放得下這麼多 OK 那就看看這個 中間這個 他叫什麼雙管啊? 雙管是做什麼? 不是雙管齊俠 神經病 對啦 這個雙管呢 就是等你定期有錢拿的 那麼... 他最正一件事就是... 他不一定要等到... 那個... 等到指定時間才可以拿錢 他是等一會 其實已經有錢拿了 但是錢呢 就不是說... 呃... 是總數來的 即是不是總數啦 是小部分啦 那你可以... 拿下拿下 或者等一次好多才拿 那麼他最好一樣東西就是... 呃... 即是... 例如... 他一次會生產... 呃... 先這幾錢啊? 生產... 呃... 800元這樣啦 呃... 如果你忘記拿呢 都不會說浪費時間 因為他有個位是幫你儲錢的 他就最多可以跟你儲4800元 那就是你可以... 很久不拿錢 你的錢都不會虧了 對啦 這個就... 真的幾好的 那這個...呃... 什麼呢? 制裁所 那其實呢... 我會叫他做木廠 那他主要生產一些... 木頭啦 哈哈 大家看到其實都是木頭來的 那木頭有什麼用呢? 你看看這些主城啊 這些呢 必須要材料是什麼? 4600多木啊? 還有錢啊 那錢其實就真的沒什麼問題啊 錢可以打這個...關卡啊... 等等東西可以拿回來 但木頭呢 就真的要靠這條弄出來啦 所以呢... 這個制裁所是真的要升的 唉 這個... 哎呀...這個我真的不懂讀 不好意思真的... 哈哈哈... 我梳法我不懂讀 這個呢... 就叫做... 嗯...不知道什麼呢... OK... 我下集會塗字典 放心 這位人興呢 就可以加這個... 總兵糧素的 那大家看這個... 右上角啦 其實就是體力啦 那... 一局我想... 扣... 八體力左右啦 那其實玩四局就沒有了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很重要呢? 升高他 對了 還有這個... 智... 智廟 對啦... 這個就是加回剛剛我說的那個... 嗯... 編成隊伍的那個總數 那這個都很重要的 就是... 前期來講呢 就是...現在我覺得... 多厲害啊? 只有四呢? 對了 只有四呢? 那其實... 呃... 那些將領都不太厲害 都是三星兩星啊 那些... 那其實... 其實不是好用那個... 編成那個總數的 不好意思啊 所以就... 呃... 可以... 不用升得那麼快 這個... 主要升這個先 對啦 大家看這裡有四個東西嘛 阿高次阿羅啦 那... 其實隔壁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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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得給你解鎖的 雖然是要低數啦 低數越高就解鎖越多位啦 那你這些位呢 都可以照起木廠啊 起... 商館這些東西的 那你就可以一次拿錢啊 或者拿木頭拿很多啦 還有好像是有訓練鎖的東西呢 我沒有起到 訓練鎖是可以提升一些... 將領啊 攻擊力啊 防禦力啊 速度啊 我猜啊 因為我朋友就說會加攻擊力 和防禦力的 那... 呵... 過幾天再拍或者就已經可以起到的了 那到時再起吧 嗯 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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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的一支就是有一把扇的 是什麼來的呢 那其實是一些option的東西來的 即是你要搞一些設定啊 或者是... 設定好一些東西的東西啊 或者是... 編自己的... 隊伍啦 武將啊 抽東西都會起到按一按出來的 那第一個是編成啦 那其實就是編自己的隊伍啦 那我相信這件東西難倒大家的 應該大家OK的 那按一下武將這裡啦 它有很多種的 有訓練啊 訓練其實就是升級來武將 就是拿一些... 用來做製品的東西啦 哈哈哈哈 就給你的武將吃啦 那就自然會升你了 那... 去打一些... 呃... 關卡啦 會掉一些比較升得好一點的將領出來的 即是... 正所謂是製品啦 那些就... 那些就...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的 那有醒覺吧 醒覺其實是什麼來的 醒覺大家應該看一看 唉...不好意思啊 吹音風扇 神經病 吹到我肥沙的油 OK 對啦 對啦 那大家其實... 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兩條影片 那我其實就是抽到 加藤清正啦 和這個龍姬的 那啊... 什麼叫醒覺呢? 醒覺其實就是進化 不是那些什麼暴龍獸 進化機械是暴龍獸的 對啦 按一下醒覺 大家看到嗎 三星準到四星啊 連樣子都不同啊 招技都不同啊 呃... 攻防啊 智力啊 當然會提升啊 對啦 那... 但是要醒覺之前呢 就要升... 將它升到頂呢 就是... 每一個星的頂呢都不同 我想三星是三十呢 四星是四十呢 五星就五十呢 對啦 升到四十呢 啊... 不是不是升到四十呢 神經病 升到三十呢 再儲存這些材料 就可以... 咳... 醒覺成為這隻 四星的加藤清正 真的很帥啊 真的很帥啊 我很想要的 還有龍姬 龍姬... 嘩... 它是... 醒覺緣是... 穿少了三 真的... 期待... 期待... 對啦... 這些呢... 呃... 例如... 咳... 等一下... 還有哪隻啊 大家比較... 可能會熟悉一點點的慈天行興 醒覺後呢 就是會變成這樣 是會穿甲等等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隻遊戲是... 題得多說虧心思 等等 我想如果 stone game的的 Amazing 我不知道大家平日的遊戲是什麼 其實我是沒有玩過神魔啊 Optimus Dragon啊 啊... 或者... 那些什麼 кат的呢 怪物彈珠 可以... 我也沒有玩過的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裡面的系統如何 我可以告訴大家 呃... 我玩 поэтому幾起手機的戰 で放了遊戲 呢 這隻暫時來說應該是做得最好最好 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自己試試玩一下 對比一下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說這隻好 為什麼值得我等他這麼久 為什麼啊 OK 還有什麼啊 追放 追放是什麼 追放就是賣掉你的武將 如果你有什麼看他不順眼啊 那些肥佬啊 那些一天丟他出去 一攬 一攬就看完你所有的東西 看完所有你的武將 還有圖鑑 圖鑑呢 我記得這遊戲暫時來說圖鑑好像有三百幾隻 對了 不好意思啊手機比較厲害 好像有三百三十六隻 哦對了 其實圖鑑也挺大的 記住啊這遊戲昨天才推出的 大家看看影片的日期 昨天才推出的 一開波有三百幾隻 算是這樣的 哎 還有醒覺素材 看看你收集到多少 醒覺用的東西 這個自己看 這個 最後這個 其他 那 如果你是要搞option 音樂啊 或者是等等的東西 都要按設定 咳 那如果是你 呃 有些 朋友有玩啊 或者你邀請他啊 那你可以按這個招待 這個 你可以給他招待碼 或者你輸入別人的招待碼 咳 還有這個是機種更變 如果是 怎麼說呢 如果是你本身在iPhone玩 那你要轉到iPad玩呢 按一按機種更變就可以幫到你了 那其他呢 不要問我了 我真的不懂的 雖然我喜歡玩戰國遊戲 但我對日文是真的 認識很少的 真的很少 對啦 講了這麼久 其實真的要去打一下 那你的遊戲 不打不好玩 對啦 那一開始呢 其實是積田轉 以積田家為中心 開始去打他的 戰爭 那一開始是打 尾章那個地方的戰爭 那對啦 呃 怎麼說呢 這些是我稱為主線的戰爭 那其實我不希望在今集打著 可以在下集開始打 那我今集主要想介紹什麼 介紹一些特別的東西 除了這個主線的戰爭之外 那有一個叫 限定戰場 那什麼叫限定戰場呢 其實就是 每天的活動 或者是定期的活動 那 那 最上面那個就是 應該是 給一些新手玩的 就是 對啦 因為這個遊戲才出的 所以就 呃 在這個 那個 戰術指南裡面 那其實他會教你怎麼去 就是怎麼去 行軍 不是行軍 怎麼動 每一步 去贏人 等等的東西 那其實挺好的 那 不過如果你玩 玩熟了 基本上你不用這麼玩 那關 對啦第二個 每天啊 強化機的 奪還 那 那每天呢 就只有兩次 這個活動 那我每次一個小時 就是 好像 是 呃 糟了 好像是 下午的十二點幾 還是 還有 還有是 黃昏的六點幾 好像是這兩個時間 對啦 那大家玩得多會知道 對啦 在下面這個 這個 這個 其實今天就是想說這個 對啦 這個約日限定 銅錢武將的奪取 那其實是 呃 叫約 那在日本來說 就 約日就是 星期幾星期幾的意思 那我相信它是有 七個不同的活動 就是 逢星期幾就有什麼活動 對啦 今天這個就是 主要是打錢的 那 可以打一下這個 今天就 嗯 有初段二段和三段 那 看你實力啦 如果你新手 當然是玩初段 那 不同我的朋友 我有個朋友 抽了五星 他夠打二段 還是三段 對了 這個 到你的排陣 其實你平時已經可以排好的 或者你可以 呃 有三頁 三頁給你排陣 你可以因應打不同東西 而排不同陣 按出陣 那 話說剛剛金抽 金抽完 我才多一點獎 多一點二勝 我昨晚自己打 是用 用一星來打 真是佩服自己 為什麼要這樣做 事實上 一二星來打這關 很難打 對啦 那 因為我有兩個主將 如果你排了一隊 那你也是一個主將 那我現在排了兩隊 兩個主將 先看 那 繼續清淨 清淨 這麼多 三星嘛 對了 這個金森長筋 他那隊 比較 廢一點點 所以先移回本陣 起碼他們 打了我 加上清淨 嘿 打這個岩聖 有通 好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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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先來打誰呢 那因為呢 就剛剛抽的二星獎領中 抽到都是騎和弓 那我都沒有什麼好黑他 然後出著一些 打他不太痛的先 這個 啊 用弓打他痛 就算撞不到他也沒辦法也要撞到 有一點力量 體諒小弟,我用4S 再撞多一箭應該可以 再撞多一箭,可以 這箭搞定 大家是不是覺得好像很容易玩呢 打厚一點你就知道了 打厚一點你就見識到他們,有多變態 神經病 好,這個先佔命 這個啊,這個嗎? 這個不動,不不,這個動 當然動不動啊 不想動,但自己按動 三好正康 來了,我們又來決戰了 等等 用箭打他最好的 這個,打中間這個 我不用出技都應該瞄得到 三星吧 三星比較屈機 至少是屈到這些 對,是瞄得到的 不出技就瞄得到的 待會就不行了 瞄不瞄到呢? 再試一次 來吧 讓他出技先 看虛弱是可以怎樣的 我昨天吃過很多招虛弱 我都不太記得虛弱是有什麼功用 不知道是減我攻擊的防禦力 來吧 OK 應該可以再向前走一下 右上角就是他限你走的步數 即是你不要超過這個步數 要不然你就當你輸 其實都蠻壞的 看看 這樣嗎? 我走前他一定會打我 算了,試一下 來吧 來吧 不要打我 唉 先打這個 分散個注意力 同時呢 其實是要制霸那兩個小的城 制霸了呢 那你出來的評分 還有獎勵會更好 唉 出技啊 不管了 荷蘭隊長 當然不是這樣讀 哈哈 我昨晚第一次看到我就覺得叫荷蘭隊長 沒辦法 鎖不到我 所以太像叫荷蘭隊長 唉 OK 那第二重 來一次 來一次 如果大家有疑問是怎樣出技的話 其實就非常之容易 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如果沒有看過不要緊 告訴大家 下一波告訴大家 哈哈 先殺爆他 不要圍攻我 嘩 G 被人打? 希望他解決 我這隊 兩星一星來的 我站在城裡 所以防禦力不上升 都好些 都好些 這個 這個打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打這個 對了 嘩 打到不痛 特別是中間那個 打到不痛 來多東西來多東西 啊不對 這是一星來的 一星正常都不痛 那我用這隻 試試會不會痛一點 嘩 他打我就痛 都不是痛很多 雖然高升過他 但始終是給他黑 屬性給他黑 OK 中間這個招技就是放毒箭 剛剛試過一次 這樣呢不要緊 照出吧 反正三個人打他一定會死 死了吧 Yeah 搞定 想不到可以捱到一波 多厲害 對 你不要打我 不要啊 什麼啊 重永長賴千萬不要打我 求求你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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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爽啊 YES 應該沒事的 正常來說是夠打的 正常來說你是需要夠打的 麻煩你 欸 出龍姬的防陣 對出清淨的 尖蜜鬼的衝擊 還有 這個 刺電行行行的攻擊 堅守陣 他這招真的很好用 可以幫全隊加防禦力 我這一刻頂上去 其實不是為攻擊力 是為恐慌 但竟然出不了恐慌 即是暈倒他的意思 要吃他一夜 準備 中毒 死了 喂喂喂喂 字字 三個中毒 中毒的意思就是每回合都會奶毒 即是Pokemon 對啦 繼續吧 打你 出技 不行我全部中毒 我一定要出 就要出 所以剛剛我說的毒耐性就是這個 看見龍姬現在沒有中毒 因為他有毒耐性這一招 所以被毒打 就未必一定會中毒 其實這招也不錯 哎呦 防禦力 沒有了 死了 這樣呢 出這隻 再出這隻 哎呦 打他呀 蟲狗多奸奸 這隻 其實我特地找他出去祭祺 是不是很狗 這次死了吧 耶 真的 其實他也很厲害 如果我不是有三星頂住 真的整隊死了 對 不過其實如果這隊 不是這隊打不贏 我後面那隊可以兜過去打他 不過當然第一隊贏最好 對啦 三個打完 達成 評價就是S 竟然獲得量是兩倍 竟然是 對啦 這就是獎勵 那個茶屋四郎 什麼? 痴狼 叫四郎痴狼 英姬呢 就是剛剛那個 經驗值 厲害的那隻 那這個 茶屋四郎痴狼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呢 是拿來給你賣的 因為你放他呢 是非常之多錢 多的意思是幾千元 對啦 剛剛見到那個叫做 強化機那個 就沒有了 因為他只限了一小時 OK 其實我正在升大本 那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現在只是升 六咧升七咧 都要等兩小時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心玩 很快一點 因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COC類型的東西 要升一個城 當然要升多久 大家很清楚 分分鐘升幾天 都沒有升到一個城 OK 那我想 今集的 這個叫什麼好呢 其實也是試玩來的 不過我試完是繼續狂玩 而不是試完就算 那我想 下集再見 我們應該是 我可能會不斷推出的 這遊戲 可能會不斷推出的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就不斷推出的 因為非常喜歡玩 OK 那下集再見 拜拜